大家早安,大家好 今天台灣受到華南雲區東里的影響 所以各地雲量比較偏多 偶爾會有一些小雨或是飄雨的狀況出現 請大家外出海角攜帶一句 我們先從衛星雲圖上面來看目前雲系發展的狀況 從雲圖上面我們可以看到台灣在這個位置 比較紅色也就是雲系發展比較好的地方 其實離台灣比較遠,目前是在華南到南海的上空 台灣這邊則是受到華南這邊移過來的零星零散的水氣影響 所以今天斷斷續續會有一些小雨或是飄雨的狀態 我們預計今天各地都是多雲偶爾會有一些下雨的狀況 我們從雷達回波圖上面也可以看到 有顏色的地方就是會下雨的區域 可以看到這些水氣逐漸是由華南通過台灣海峽 逐漸移到台灣上空 在通過的時候就會為各地帶來一陣的雨勢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雨勢是一波又一波的 所以各地降雨的話是間接性的 有時候會有漲雨的逐漸停歇的空檔 但提醒大家外出還是要攜帶雨勢 而至於未來這幾天天氣的變化呢 我們再回到雲圖來和大家說明 剛剛有提到目前主要雲系發展 也就是封面所在的位置是位在南海上空 我們預計這個比較不穩定的區域 明天會往北稍微接近台灣一點點 所以雖然明天還是華南雨區東移 但是明天的水氣跟環境會比今天不穩定的許多 而後續的話則會有另外一道封面 逐漸在台灣北方海面形成 所以在7號之後整體的水氣還是比較偏多的 我們預計是在南部東南部地區 都還是時情時雨的天氣形態 所以從未來一周的降雨趨勢圖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在華南雨區東移 也就是6號這個時間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由於明天水氣是比較偏多 各地都還是會有些轉戰陣雨 但是剛剛有提到不穩定度增加了 所以在南部的山區 明天午後可能會有較大的雨 甚至有局部大雨出現的可能 而到了7號跟8號 水氣還是持續的偏多 我們可以看到在南部東南部 則是斷斷續續會有些轉戰陣雨或雷雨 比較像是時心時雨的天氣形態 其他地區則是多雲午後會有雷震雨的狀況出現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在午後的山區 還有南部地區的整天 都可能會有局部性的大雨出現的狀況 天氣上是比較不穩定的 而到了禮拜天之後 一直到下個禮拜 我們預計會有一道封面來到台灣的北部海面 其實這邊台灣這邊水氣還是蠻多的 迎封面的中南部地區 因為是吹西南風的關係 所以還是會有些短暗陣雨或雷雨出現 北部跟東南部則是午後 會有些短暗的雷震雨出現 而至於下個禮拜整體降雨的狀況如何 還要視封面所在的位置而定 氣氧署會持續觀察在未來這段時間的氣象資料 那溫度的部分的話 其實整體來說 以中部跟南部來說 整體未來一周都是比較偏熱的形態 高溫都可以來到30度 尤其是在沒有下雨 偶爾看見陽光的時候 而至於北台灣的話 則是在金陵兩天 溫度大概高溫 大概25、26度左右 但是7號之後 開始逐漸轉為南風 高溫也會來到30度左右 所以後面的天氣的話 在沒有下雨的時候 感受上還是會比較悶熱一些 這邊要提醒大家留意 因此未來這一段時間 天氣上還是比較不穩定的 今天跟明天呢 偶爾會有一些降雨的狀況 特別留意 明天午後 在南部山區會有較大雨室 7日之後 水氣還是偏多 尤其在南部、東南部 還是實行事宜的狀態 那在午後 各地的山區也會有局部大雨 南部地區也是有局部性大雨發生的可能 這點要提醒大家特別留意 另外在禮拜五的晚上 到禮拜六這一整天 馬祖可能會有局部物或地域影響的見落 廉價交通往返離島 也要特別留意航班的情形 而最近因為地震 再加上山區可能有些降雨 希望山區要特別留意落實探訪的狀況 以上是未來一週的天氣說明